这个当时有点夸张嘛 因为你媒体采访你现在已经来问我不是 会如此傻眼是因为移民署3日突然发布 港澳居民不得从事活动一蓝表罗列9项 其中不得接受媒体邀请发表意见 以及不得参加 暂时性质公众活动备受争议 外媒BBC注意并询问业务单位文件随即下架 也有一些政治活动是可以参与北方人群的活动 它是普世价值嘛 北方我们参加大多共产党 文件是有问题因为这写得很不清楚 所以他很快就收回去 如果他不能发表言论或接受访问 也违反了台湾是言论自由的国家 这份文件的标题是针对港澳居民 单位著名是长短期来台或观光客 而对比多年前一份官方公布的 陆克来台自由行不得从事活动项目 仔细看第一到第八项几乎都是复纸贴上 请了解本案系属物质 港澳居民如果来台湾短期停留 相关活动应与许可目的相符 我们并未提出任何新增之禁止或限制的规定 政府的网站照说必须要非常的严谨 令人觉得不可接受 无论是之前台人称港或六四纪念活动 不乏看到港人身影 但按现行法规港澳人士在台能否参加政治性质公众活动呢 翻开港澳居民居留定居许可办法 若从事与许可目的不符的活动 出境许可证何能被注销 另外港澳条例第14条 若有危害国家利益公众秩序等活动会被强制出境 只是移民署也曾搬出马英九时代所国年化的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两公约 以此保障人民和平集会游行权利 不过如今一个所谓的物质 港人在台权益再度备受关注 TVBS新闻洪富华 刘婷婷看不懂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